中国出口的无人机最近被土耳其发现 飞机在接近中国边境时会自动返航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一名接近中共军方的人士披露 所有中国产的侦察和攻击无人机 设计时都被植入一种电子地理围栏 可以识别环绕中国领土边界 也就是所谓的看门狗工具 台湾军事专家苏子云表示 一般来说军规的无人机都配备类似看门狗技术 透过GPS卫星定位 在感知飞行器进入到自己国家领土时 可以让无人机失效或调转方向 此外 透过敌我识别装置 当发现攻击的目标是自己人时 可以启动自毁 避免伤到自己人 土耳其一家先进无人机制造商首席执行官哈鲁克 拜拉克塔尔曾经批评中国运往其他国家的无人机 设置了隐性限制 也就是在接近中国边境时掉头 这样的做法让有些客户不能接受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许志祥认为 中国无人机最令人担心的是 它传输资讯的安全性 例如去年在俄乌战场上 还发生乌军使用大江无人机 起飞一分钟就遭到俄军炮火击落的情况 使得乌克兰军队不再使用大江无人机 大江的中共是在把极客的乌克兰军的坐标的资料 赚给俄罗斯 然后才去反击 因为这是说民用的销售 又替中共的情报单位做间谍的事情 那就完全违反国际规则跟商业民事权的爆炸 这就是中共的现在山西产品 会越来越不被各国新人的注意 今年5月 一个由25家美国国防承包商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台湾 期间聚焦讨论了无人机 探讨台美合作打造军用无人机的可能 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击退俄罗斯正在改变战场进程 促使台湾也在加快军用无人机的研发 新唐人电视台林陈欣 易如采访报导